同时俄罗斯情报局局长 还告诉大家一个消息 之前马克宏不是一直认为吗 北约应该要出兵 说法国要采取行动了 准备向乌克兰派遣一个特遣队 两千名人员 还有呢这个土耳其 光明报也说 北约开始在罗马尼亚 建立欧洲最大的军事基地 就是要跟俄罗斯长期对抗 当然今天有人说 普丁在新任期的第一次出访 可能有两个选择 中国大陆或是土耳其 委员怎么看 这些消息当然是真真假假 但是也反映了实际的发展趋势 就是乌克兰战败了嘛 只有赢的人会讲说 我化安全区啊 是不是来和谈 乌克兰现在的政情 把自己弄到下不了台 打到一兵一组 这叫谁讲 邱国正讲的 苏贞昌讲的 然后说寸途不浪 谁讲的 虽然自己讲的啊 都是你们自己讲的啊 所以现在自己已经颜面尽失了 可是又后继法力 普丁那好整以暇 你看吧 80好几个百分之竞选连任 然后你要打这个我们的边疆区 那个贝尔哥罗多州 那即使人口不多啦 那你用假装的什么俄罗斯自由军团来 也马上被消灭 你乌克兰特种部队来也被消灭 好吧就算你法国两千个特检部队来又怎么样 其实准备受死 现在的战争的形态已经很清楚了 以前轰炸机很麻烦很容易被击落 因为轰炸机武装力量不强 自卫能力不够 可是轰炸机的炸弹 有时候经常炸不到重点 为什么 因为它会飘来飘去瞄不准 所以经常以前都要丢一连串的炸弹下来 我们暂时上看很可观 就谁教俄罗斯搞这个滑翔炸 精准滑翔炸弹 USA 因为美国搞了一个所谓联合什么JDAM 就是在炸弹上面装瞄准器 这一招大家都学会了 大陆也很多也很会啊 大陆更多 然后俄罗斯 以前没想到 那做这个对俄罗斯不难 对大陆也不难啊 很快就做 那炸弹呢 他们几乎从二次大战战后 累积的库存的炸弹量 全世界最多的 有的能用 有的不能通通搬出来 只要抓上一个 装上一个瞄准的就丢 几乎是不要钱 你那个比手导弹多贵啊 那个什么暴风营 也贵啊 这个海 海马斯也贵就是这个最便宜 又多又便宜 又多又便宜 而且它不用飞进你的防空网 远远的就抛出去 它就自动导引炸弹 就是高一点而已 自动导引炸到你的战壕 会精准的炸到战壕 那战壕怎么定位 无人机 这个北斗卫星 这是很多弃中国大陆的地方 因为北斗卫星跟它那个 俄罗斯的这个什么 葛罗纳斯卫星是连线的 那你现在还有什么本权取胜 那普丁为什么要讲安全区呢 对为什么 其实普丁从一开始的战略 第一个阶段的战略就是说 你基辅政权跟我签个约 恢复到原则上明斯克协议 那我只要一部分的领土 保护我的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人 大家就算了 结果没想到俄罗斯自己 补给线拉太长没有准备好 而且他的情报以为 这个泽伦斯基政府 这些人只要收了钱就会同意 因为贪污他们很厉害 结果没想到 在美国的情报单位反作操作之下 没有人敢投降 然后没有人敢签约 那最后俄罗斯灰头突然了 把军队就撤回去这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就来了 改怎么样 改攻打乌冬的领土 那欧北国家讲 哎呀俄罗斯很输的啦 当时不是一片这样子 只有我这个逆风撒瓜蛋 也被骂个老板 我说俄罗斯一定赢 没有人相信啦 就打下来结果怎么样 就稳赢了嘛 俄罗斯不会用无人机 不会用什么标枪飞弹 两下就会了 因为无人机标枪飞弹 是我们在吹牛 那个我们搞兵工出来都很清楚 那是最简单的武器 很容易做很容易学啊 这有什么难的啦 所以俄罗斯的阿兵哥从不会操作无人机到现在无人机后每天在天上飞 都是小阿兵哥啦 因为现在的阿兵哥从小玩电动游戏出身的对这个来讲会有难吗 我们这个年纪也许有点难 他们这个年纪一点难度都没有啊 他们从小就玩这个游戏出身啊 那俄罗斯军队就是用这样给你打垮啦 以前俄罗斯的炮兵被认为是大笨瓜 为什么 外号就叫大笨瓜 打了一大堆打不准啊 现在不是啊 百发百中 所以威亚委员这个 马克宏一直讲说这个北约应该要出兵 那俄罗斯的情报也说他要派了两千位这个军人 你觉得这个法国是认真的吗 我认真是认假的 认假的 法国怎么敢呢 他俄罗斯情报局有点的故意放消息 可能法国刚开始的准备说 我派两千个 德国派两千个 河南派一千个 一十一半人派 他凑一凑 凑成一个军队去帮乌克兰打仗 可能真的有这种想法 或者这种预模啊 可是问题是拜登不敢啊 也不敢拿北约的旗子出来去打乌克兰打仗啊 尤其是接下来有奥运嘛 对不对 我是觉得普丁根本不在乎你奥运 反正俄罗斯不能参加 奥运更有什么关系 但他现在要来谈啊 这个制造有机会 看你才不谈嘛 他以一代劳因为他现在赢嘛 谁求谁 对啊他现在是 他不打鲸吞战略 他打铲食战略 就每一天打一点 每一天打一点 这种东西已经证明一件事情 就是说刚才讲弹药 讲什么东西 你根本没有补齐乌克兰 而且乌克兰还不是弹药问题 他年轻的生命都没有了 对对对 20岁到40岁几乎打没有 那你有武器又能够什么样啊 都是四十几岁的人喔 我对不起喔 不是瞧不起四十几岁以上的人 在战场上那种极限运动 40岁让筋骨真的不太行啦 真的不太行 做军官指挥官没有问题 要在战场上奔跑 在战壕里面去军动那东西喔 你这挖个战壕 我看这些人就筋骨就酸痛了 老半天了 根本不用说上仗的打仗 所以面对这种客观的现实 你北约也好 你美国也好 你乌克兰也好 除了你真的敢跟俄罗斯 打核子大战 你也不敢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连痕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utfil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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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